今天主要講的題目就是這個星期 所有的題目都要包括 究竟一個新手是如何進入健力的運動 很多人通常玩健身或健美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一支barbell或一堆dumbbell開始 即是我們的降靈和啞靈 但其實你的降靈和啞靈都可以引育出不同的運動 你可以玩健美、健力、奧運舉重 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健力 健力最主要是有三個動作 Squad 即是心樽 Bench press 即是鵝推舉 Dead lift 即是硬拉 我們主要是靠這三個動作的拉起、推起 和增起的重量 去加上一個總和 重還是不重呢 就根據我們的自身體重 如果我們可以拉得到自身體重的 例如一倍或兩倍 我們就會以這些為準則 到一個比賽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自己的比賽團體 我們有國際和地區性 這些就是一個比較專業的選手 我們就會去參加 但如果我剛才是一個新人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開始呢 首先就是你要知道 也是我今天想講的第一件事 就是健美和健力有什麼分別 健美通常我們會做 例如是4-5set 然後做8-15下左右 這個中間就是肌肥大的一個 但是我們玩力量的 我們通常都是做1-6下 大家看到6-6 就是一個中間分界 6下或以上就是肌肥大 6下以下就是這個力量 通常重量方面 我們以RM來計算 RM就是REDMAX 通常我們有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提升我們的REDMAX 例如以健美的角度來看 例如我們推瓦鈴 我們推每隻手30磅 我們可以做到12下 30就是我們的12個RM 但是你不是很難或者沒什麼機會去找到 你推一下是推幾重的 因為你落到去 你基本上是這樣做做做做做做 你不會說落到去 舉一下 然後你就下來 我們沒有一個準則 是用哪一隻牌子的瓦鈴 或者是哪一隻的 鋼鈴 會有一個標準的 所以呢 我們落到去就是要說 我們一條BAR BELL 一條BAR BELL 20公斤或者45磅重的 美國那些通常我們以磅計的 通常是歐洲或者亞洲 我們以公斤計的 45磅或者是20公斤 然後我們就會在旁邊擺柄 然後我們就開始嘗試我們的 One Wreck Max 就是我們一個RM 我們試到我們最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因應這個 最重我們做到的 再去編排一個program 就不同的是BODY BUILDING 例如BODY BUILDING 一個星期是有兩天的 你可能是上下本身 然後你三天的就是 PUSH FOOT LEG 四天就是胸背薄腳 然後五天就可能加點CARDIO 或者加到ARM DAY 六天就是CLICK UP 但是通常我們是有一個program的 我們是會有六個星期 九個星期、八個星期 總之是有不同的星期 因應你的時間的長短 還有你擁有的 得閒的日數 你說一個星期或一天或兩天 都沒有問題的 你說一個星期七天都可以去健身 都可以幫你編排到一個program 就不同的是BODY BUILDING 健美方便 每一天只可以做一份 但是我們因為健力方面 我們所有的肌肉都會參與到 不論是深春我推和硬拉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每次做的都是用最大的力量 和最大的機力去計算出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呢 我們是有program去跟進的 其實不可以說你那天想做多少就做多少 至於健美方面 我們是會以這個 4-5set 但是如果健力方面 我們可能會去到1set 又或者可能去到10set 我們可能每1set就是1下 可能每1set就是12下 那你說我們剛才不是說6下就已經是最盡嗎 但如果我們要去到這個 訓練姿勢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多一點的次數 輕一點的重量 越高的重量 我們便會用越少的次數 越輕的重量 我們便會用越多的次數 所以大家就要清楚 知道我們大概的運作是怎樣的 而最後就是 健力亦會做Body Builder的動作 去強化我們本身的肌肉 我們不會這樣做完推胸就算 因為我們不論是所有的推胸、硬拉和後推 我們都要用到所有全身的肌肉 有些你可能沒有用到的肌肉都會用得到 沒有用到的技術都會見得到 你都會學習得到的 所以 不論是 你的眼睛是看到的 或者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或者你感覺不到的 我們所有肌肉都要練 我們都是要練Body Building的動作 我們都是要用Body Building的Rap數去練 但在力量方面 我們會再加多一點 心震我推和硬拉的動作 我們就會再轉圈多一點 而Body Building動作就會成為 我們的協助 我們去做這個Main Movement的 幫手的動作 所以千萬不要說 如果我練這個 Power Lifting 即是我們會練這個健力 不練這個健美的時候 究竟我是不會大隻呢 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你始終要用另外一個健美的動作去幫忙 所以你說 如果想提升力量的話 基本上去 參與一點健力 或者學習完健力的動作 或者是 去過theory之後 你再apply回去 就會是 事本功佩 對於你健美也好 對於你健力的訓練也好 兩樣東西都是雙負雙成的 並不是說 你有這個就不可以有那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健力的資訊 今天是第一日 整個星期我們都會再慢慢去 跟大家解釋一下健力是什麼一回事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